李定国降了 这有点出乎赵汉的意料 他虽然下令招降 却没有抱太大期望 李定国如果不降 可以带兵逃向河南腹地 去跟盘踞在那里的罗汝才作伴 他若敢留下来 则将被五个正规师合围 并且还有大量农兵参与 投降了也好 上万匹马啊 有几千匹骑兵装备的好马 还有几千匹马队装备的猎马 虽然那些好马 比冀州岛的马儿好不到哪里去 李定国投降之后 黄妖徽师拿下整个汝宁府 大同军之前就占据半个汝宁府 而金全部吞下 又给赵汉增添负担 这破地方时事久空 连罗汝才都看不上 就算移民过去 持续旱灾也种不起来啥粮食 前三年必须赴税全免 接下来几年 也得赴税减半 这样才能慢慢恢复生机 南阳府相差不远 但汉情稍轻 人口也更多 汝宁府 南阳府 都属于河南地界 赵汉战下来 纯属军事目的 张献忠主力已灭 整个湖北虽有守军 但大部分城池选择投降 少部分城池选择抵抗 还有些守军顿逃为寇 接下来就是慢慢攻城和剿匪 还有围剿大别山里的张献忠 张献忠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大同军占领英山 罗田二线之后 他的军粮完全被断绝 只剩下抢劫山民粮食过火 战马也有许多被饿死 倒是经常能吃到马肉 李定国单骑进山 由大同军提供情报 也耗费一个月才见到张献忠 你怎在此 张献忠问道 李定国叹息 兵败了 白文选投敌 乍成堵截后路 敌军三面合围过来 孩儿不愿带兵流窜河南 便下令全军投降 白文选这个王八蛋 张献忠咬牙切齿 李定国说道 父亲也将吧 吴王承诺不会赶尽杀绝 孙可望说 你信他的鬼话 李定国说道 吴王还是信得过的 张献忠让孙可望闭嘴 问道 他想怎样处置我们这些老贼 李定国说道 父亲可知道东帆 没听过 张献忠说 李定国说道 东帆是一大岛 地盘比寻常的府还大 距离穷州岛不远 岛上有汉民 也有许多生藩 吴王的意思是 我们这些老贼都去岛上 从生藩手里抢夺土地 张献忠大怒 老子纵横中原十余年 竟让我去跟野人打交道 孙可望笑起来 我现在相信赵汉所言了 李定国又说 吴王让孩儿给父亲带话 去了东藩岛 只要是从生藩手里抢到的土地 都归我们所有 不居水田汉地 每人最多可占二十亩 每户最多能有十人 这样一来 咱们每户就能有二百亩地 足够在岛上做地主了 二百亩也算地主 张献忠不屑道 李定国继续说道 每人占据二十亩之后 可以继续从生藩手里抢地 不居土地好坏 抢来十亩地 交给官府七亩 剩下三亩都是咱们的 如此 每人可有五十亩地 超过五十亩 还可以继续占地 每抢到十亩地 自己可得两亩 若是超过一百亩地 每抢到十亩 自己可得一亩 而且不设上限 张献忠又好气又好笑 这是把咱们当骡子使唤 老回回突然说 其实这样也不错 每人一百亩 每家十个人 这就一千亩地了 多多生娃 再分户口 接着继续去抢 二十年以后 谁人不子孙满堂 谁人不是大地主 此言一出 老贼们面面相去 虽然不能人钱显贵 但在岛上做大地主 而且还多子多孙 似乎也是不错的日子 李定国说道 父亲若愿投降 吴王答应归还妻妾子嗣 但只能带走一妻一妾 其他妾是须留下来改嫁他人 张献忠在湖北安定之后 已经有后代了 而且一子二女 不过妻妾子嗣 对张献忠来说无所谓 历史上 张献忠决定出川抗清 离开成都时把妻妾全杀了 还把仅有的一个儿子杀了 他杀妻杀子的理由是 兵败之后不让妻儿被贼索秦 同时也是为了安抚孙可望 说世子之位肯定留给孙可望 眼见麾下将领颇为异动 张献忠根本无法拒绝 以前坐流寇没退路 现在赵汉给了退路 甚至还能多子多孙当地主 陷入绝境的老贼们 又有几人不想活命呢 7月张献忠带着骑兵出山投降 赵汉遵守承诺把他们的妻儿送来 汉阳府城 张献忠第一次亲眼见到赵汉 他虽然惊讶于对方的年轻 但还是板着脸说 城王败寇 我虽输得不服气 但终归是输了 你有甚好说的 便一并说完吧 改主意杀了我也成 赵汉懒得跟这祸计较 只提醒到东藩岛有许多生藩 喜欢猎人头颅 被岛民称为猎头族 你们安置的地方 都跟猎头族靠得比较近 把你们每三十户编在一起 分散于全岛各地 想要土地就自己去打 不许抢劫杀戮汉民 如果粮食不够 可派人去官府借粮 我也不会让你们饿死 每三个月 会有船只抵达 你们在山中获得的皮货 木材都可以卖给商股 我就晓得没有好事 张献忠郁闷到 这么多流寇 当然不可能让他们扎堆 一个流寇将领 配二十九个老贼 三十户安置在一处抱团取暖 可以理解为 三十户一个殖民点 分散在全岛各处撒下去 让他们自己发展 前期肯定日子难过 张献忠都有可能被猎头族弄死 又或者死于南方山林中的疾病 等他们占领足够多的地盘 就得分出一些给官府 赵汉会组织百姓移民过去 这些人生孩子的速度 敢得上赵汉移民的速度 流寇们打下的地盘越多 官府控制的土地就越多 移民数量将是流寇们的无数倍 等移民村落组建农兵 就不怕流寇坐大 当移民足够多时 便可就地募兵 把荷兰人从台湾赶出去 至于李定国 说实话 赵汉舍不得放走 主要是一种英雄情怀作祟 单独把李定国留下来 赵汉问道 我要阔边骑兵 你做百人将干不干 李定国有些愣神 反问 吴王为何独独后待在下 赵汉笑道 你军纪不错 李定国的军纪确实不错 其表弟马思良带骑兵渡河之后 虽然缺良到处劫掠村镇 但杀戮不多 以抢劫为主 没有故意杀人搞破坏 而且 李定国举兵投降 又说服张献忠投降 也算是立下了大功 就连贪生怕死的白文选 因为有诈成之功 都可以不用送去台湾打野人 白文选必须带着银子和家眷 前往南京居住 所带银子不得超过一千两 也不得带其他财货 如此就能轻松搜查其身家 想了想 赵汉又说 你可以挑十个人 留下来做大同骑兵 但不得做军官 只能做普通士族 今后军功升迁一世同仁 李定国仔细思考 爱将近同武 表弟马思良被他留下 另外再挑选八个鲸鱼齐战的军将 搞定张献忠之事 赵汉该回南京称帝了 崇祯上吊的消息已经传到南边 虽然打赢了张献忠 留下的烂摊子却一大堆 主要还是粮食消耗过多 民力透支严重 接下来还要大规模移民和震灾 一想想那些 就够赵汉头疼的 希望明年别再有大灾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历史不变 今年已算崇祯年间的 汉灾顶峰 明年全国汉灾面积将减半 但受灾省份朝着南方转移 以赵汉的地盘而论 明年的大致受灾区域如下 五分之三个湖南 五分之二个湖北 二分之一个安徽 三分之一个浙江 四分之一个福建 后年还要来次更猛的 到时候湖南又是全省大汉 江西汉灾面积将达到四分之三 并且北方彻底缓过来了 全国汉情最严重的地方 全部都在赵汉的地盘 赵汉还得再扛两年大灾 接着再扛几年小灾 历史上的满清 真是天命所在啊 满清入关之后 北方瘟疫消停了 北方汉情也减轻了 反而南明小朝廷接着汉 汉灾严重的区域全转到南方 汉阳码头 张献忠带着一妻一妾 一子两女 以及29个拥有家眷的老贼 成为首批坐船南下的流寇 他回望城池 有些失落 又很快铁石心肠起来 投降是迫于无奈 因为不众都想投降 按张献忠自己的想法 人死鸟朝天 他要出山继续杀个痛快 如今既然未死 那就去啥东翻岛 定然能够东山再起 造反他不敢 因为肯定没戏 但正来几千亩田产 他认为自己绝对能做到 赵汉对此无所谓 张献忠的田产越多 官府的田产就更多 而且张献忠还得分户口 一个户口本最多十个人 分户之后 下一代谁听他的 李定国则留在汝宁府 加入新边的骑兵队伍 职务为大同军骑兵绍长 统领一百个骑兵 大同军依旧只有六个师 但每个师阔编为一万人 其中两千五百人为龙骑兵 另外 新边一个独立骑兵团 人数五千 皆为披甲萧起 卢相声担任统帅 战马主要来自张献忠的投降部队 这也是赵汉劝祥的主因之一 剩下的 民间也陆续搜罗了一些 还有一部分战马来自济州岛 此时此刻 清军已经入关 一直把李自成撵到陕西 并且迅速派兵南下山东 然后 黄台急染上瘟疫